港警冲上弯在天桥铁腕清场 再次波及记者 一阵强声大作 波及一名印尼女记者 当场右眼中弹倒地不起 连救护人员忙着紧急爆炸时 一旁人不断传出强跑声 距离十一中国国庆只剩一天 香港在周末再次爆发大规模反送中抗议 港警派出大量警力 搜捕示威者组绑游行 除了持警棍追打示威者 狂喷胡椒水 更寄出催泪弹 水泡车展开无差别攻击 恶狠狠地抢走被拘捕女子的手机 香港镇报警察更传出 还强扯被捕女子 导致内衣外露引发重怒 而街头冲突入夜后越演越烈 期间也发生疑似穿白衣的福建坊 途经铜楼弯时 与示威者爆发口角遭到围忧 而在一片骚乱之中 现场有目击者指称 再度发现港警的速龙小队 不仅乔装成示威者狂扔汽油弹 卧底港警更在游行过程中 混入人群制造冲突 直到被试破 才反被示威者围剿追打 尽管香港民间阵线 申请10月1号国庆游行 已经遭到隔回 但随着对立升温 中国国庆期间 香港街头是否将进一步失控 也成为隐忧 三菱新闻 金属会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